谢谢佳希好 我们接着讲2006年的AMC8的第11题 他问有多少个两位数 这个两位数呢 这个两位数 他的核呢 是完全平方数 完全平方数 那完全平方数 其实是1491625 但是因为是个两位数 就是我讲是AB A加B呢 就应该等于完全平方数 那因为他这个数字 是最大到9 所以是25 是不能成立的 那我们来看 他可以当他等于1的时候 是10 等于4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有40 31 22 13 等于9的时候 那就是90 8118 就是7227 6336 5445 他等于16的时候呢 应该有88 97 79 123 456 718 1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7 17 答案是C 第12题 A呢 有10道题的 答对了呢 70% 有20个道题 20个问题的答对80 30个问题答对了90% 他说如果把这些combine combine是综合 如果综合在一起 那这60个分 那他overall就是最后的 全部的 成绩百分比是多少 那我们看他一共有60道题 那第一道题就得了10乘0.7 加上20乘上0.8 再加上30乘上0.9 那一个的60分之7加16 加27 加60分之 那一个60分之 呃 他两墙加是 23 23加下的50 等于6 等于6分之5 6分之5 5 6 6 8 48 20 361 18 80 80.33 答应是D 是823 这是三体 C离开E呢 是从早晨8点半 Heading是向 向什么方向 向M的方向 就是E在这儿 他M呢 是在这儿 他是从这儿往这儿走 这个是C C往这边走 早晨8点半出发 嗯 他呢 是骑行车 Uniform rate 就是 就是 不是平均 叫均速 就速度不变的 12 12 miles 每小时 B呢 是从 M 往 E出发 它是9点出发的 太轻转 它的速度呢 是16小时 16 mph 这边是12 mph 他们呢 boss by 就是这俩 长期之间的距离呢 是62mph 62英里 那他问 什么时 早晨是几点 他会碰面 OK 那我们知道 C呢 是提早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半个小时减出去 那就这6mph 不在这里头 那我们从这开始算就好 算了 那 62-6还剩 50 56mph 那我们来求他 求他的时间 那就是56 要除上12加16 12加16 这是他的 总速度 那这28 56 那应该等2 那9点出发的话 那应该到11点 碰面 所以答实例 第14题 以Vow是卷入 这是参与的意思 167,8是和这个英语作业有关 三文字作业 Novel是小说 小说作业 在这个瑞德女士的这个英语课上 他们要读一个760页的小说 然后三个朋友 A,B,C呢 在同一个课上 那这每个人读书的速度呢 A是20秒一页 B是45秒钟一页 C是30秒一页 那问题是 如果B和C 都读同一本书 如果他们 他问就是说 B要多花多长时间 要比 C要多花多长时间 读完这本书 那我们知道 B是45分钟一页 而C呢 是30秒钟一页 45秒一页 那他俩差就是15 每页差15 那760页呢 就相乘 15乘上760 那我们可得多少 760 15 0 5630 5735 38 76 11400 零零 所以他要比他多花 一千 11400秒 还是以这个为前提 他说 C和B呢 他们每个人都有 都一个 一个copy 都有一个 都有一本 true 一个copy就是一本 他们决定呢 为了省时间呢 就team reading 就是组队读 读这本小说 在这个schema schema就是这个 计划 在这个计划呢 C呢 他从第一页读到cern 是某一页 而B呢 然后呢 从这一页再接着往下读 一直读到760页 费力士 就完成这本书 读完这本书 当他们读的时候呢 他们 他们读完以后 one of through through就是 读完 从一条读到一条 就从头读到尾以后呢 他们就会 tell 告诉彼此 他们读的那部分 他问 c读的最后一页 所以 然后呢 B呢 接着再读 what is last 他说 c读的最后一页 是B 读完 所以这本书 应该是从第几页开始 what is last 哪个是c的最后一页 c就是c应该读的 这样呢 b呢 可以用相同的时间 读完整本书 读完整本书 那我们来看啊 那 c读的数速度呢 这是b跟c b的速度是45 c的速度是30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呃 他问c 在c读x页 那就是 30 x 这个等于45 乘上760 x 减去x 这样他读 读的那个 时间就相同 那我来减一下 30就等于450 45 45乘760 减去 45x 把它挪过来 那就是75 x等于45 45乘760 x呢 就等于75分之 45乘760 我们约一下 5945 45 45 这个是25 5 这15 15呢 15分在这儿是 再约一下 3 5 5再跟着约呢 15得5 59 5735 172 那就是172 乘3 6 23 23 6 3412 237 我看 1 这二数 啊 这150 152 5二数 152 6 456 答案是C 4561 他说 在B和C开始读的时候呢 A呢 说呢 他也想参加到这个退委以来 退委以来 然后呢 他们就把它 这本书呢 就分成了三个部分 三个三个生 三个部分 这样每个人读的 要同样长的时间 那问 How many things will each have to read 就读同样的时间 问每个人要读的同样时间 那 我们这么来看 那就是说 如果是 呃 A读 X页 B读 Y页 C读 Z页 那就应该是 因为 叫大家读相同的时间 A是每 每月20秒 他应该20X 应该等于 45Y 等于30Z 而 X加Y 加Z呢 就应该等于760 那我来解这个方程 那就是 我们都 呃 就是 把Y和Z呢 都用X来代替 A 那就是 20 OVER 45X Z呢 就应该等于20 OVER 30X 那这个是9分之4 这个呢 就等于3分之2 X 5就45 这是3分之2 这个呢 是45 OK 那我们把它带进来 就是 X X加9分之4 X加3分之2 X等于760 那X呢 就等于760 乘上 这边是 1加9分之4 加 9分之6 那这个就是9分之9 那就是X等于760 乘上 9分之9 19分之9 19跟这个区 约 是 49 36 的40 X等于360 360 360 而如果让A去读 那应该20秒每夜 再乘360的话 等于7000 200秒 答案是E Rotate是旋转 转动的意思 转转这个指针 转针 然后把它结果相加 它的这个概率 和是 基数的概率是多少 我们来看是三个数 三个数 要是基数的话 要三个基数相加 等于是基数 或者是 两个偶数相加 再加一个基数 也等于基数 我们来看 三个基数相加 而在Q里的是没有基数 所以这个 这个在这里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来看 可以先是 偶数 然后再基数 再偶数 也可以是 先基数 再偶数 再偶数 也可以是 基数 偶数 偶数加基数 这有三个case 那我们看第一个case 那我们看第一个case 先是偶数 的概率呢 是 三分之一 第二个是基数 那基数不存在 所以这个case 没有 那基数呢 是三分之二 第二个呢 偶数呢 是一 第三个呢 是没有偶数 是没有偶数 所以这个case 也不成立 那我们来看第三case 那先是偶数的概率 是三分之一 第二是偶数的概率 是一 基数的概率呢 也是一 所以答案是三分之一 这应该是B 第18体 他说一个三英寸的 比二长是三英寸的 二七的立方体呢 是由二七一寸的立方体做成的 还有19个呢 小立方体是白色的 其余的八个是黑色的 他说如果把八个 黑色的立方体放在 这是放 放在角 counter是角上 那 面 表面面积有多少 是百分 fraction是比例 有多大比例 表面是白色的 那我们看 如果 放在角上的话 那他应该是露出三个黑面来 所以八个呢 这个三乘八有 二十四个黑面 那其余的就是白面 其余的是有多少个 一面呢 一共是有 九六九 五十四等于五十四个面 再减去二十四个呢 那就等于有三十个是白面 那三十比上五十四呢 就等于 这是十 十 十 这个是一 十八 十八的九分之五 所以答案是D D是十九T 他说三角形ABC呢 是一个等一三角形 AB和BC相等 D呢 是终点 BC AE CE呢 是 D是 BC 这是终点 BC 和AE 的终点 就是这两个相当 他说如果是CE的长度是11 那这个长度是11 那三角形ABD 而且这三角形呢 是相同 完全相同的 这ABC ADB和EDC是相同的 他们BD的长度是多少 就是这条长度 我们知道他说既然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 完全相同 全等三角形的话 能说明 这个长 和这个长 是相等的 而这个三角形 又是等一三角形 所以这两个长度也相等 那这个长度是11 而D又是中 中点 中间那一点 所以他长的一个二分之十一 应该是5.5 二分之十一 应该是D D20T 上面有一个锦标赛 有六个参赛选手 参赛 选手 和六个运动员了 每个呢 都和其他两个人打一次 而且不平 没有平 如果是Helen赢四场 H赢四场 I赢三场 J呢 赢两场 K 赢两场 L 赢两场 1 M赢多少场 我们知道他是六个人 互相比赛 那就六个人选两个 那就等于6521 那就是有15场 那就是有15场 2 3 15场 因为每场 因为没有泰 这是没有平局 没有平局的话 那就有15个赢15个输 那我们看现在有多少个赢的了 2加 这是7 9 11 13 13场 那为了有同样的营场 那个M的进化 2 答应是C